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常言到秋天的萝卜赛人生 所以秋冬季我们可以适当地吃一些白萝卜 今天就用白萝卜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营养美味老少皆宜 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用刮皮刀将萝卜的外皮削掉 再切洗干净,然后切成长段 取一小段萝卜,先在萝卜的一面切上几刀 这样在切片的时候就不容易打滑了 然后再改刀切成薄片 这个片尽量切薄一些,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 切片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尽量切均匀一些 如果感觉比较麻烦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用擦丝器擦成细丝 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接下来准备几根小葱 将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我们先将葱白切成葱花 一块去皮的生姜先切成姜片 再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葱姜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 下面再把葱叶也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准备一把海鲜菇 先把根部切去不要 再改刀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放入一个盘中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把香菜 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准备一口锅 倒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转动一下锅 润滑一下锅 等会儿煎鸡蛋的时候才不会粘锅 然后往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开小火慢煎 等到底部煎至定型后 再转动一下锅 让鸡蛋受热更加均匀 一面煎好后 用铲子将鸡蛋翻一面 把另一面也煎至金黄 这样煎出来的鸡蛋吃起来非常的香 两面都煎好后 把它盛出来 先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下面准备一口锅 倒入少许食用油 然后倒入葱姜 开大火翻炒 把葱姜的香味炒出来 炒香后 倒入白萝卜丝 先用铲子将萝卜丝翻炒20秒左右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加入食盐先给它入个底味 继续翻炒均匀 将萝卜中的辛辣味炒出来 将萝卜丝炒软 亲爱的朋友们 我已经连续分享了几百道家常美食教程 一直以来还没得到你的小红心 今天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忙点一个吧 非常感谢 一直将这个萝卜丝炒软 然后往里面倒入刚烧开的热水 这里切记要倒入开水 这样炖出来的萝卜汤才会更加浓白 再用铲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 直接将萝卜丝和汤汁一起倒入砂锅里面 如果感觉水有点少 我们可以再倒入一些开水 然后倒入白玉菇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 放上煎好的鸡蛋 如果家里人多也可以多煎几个放进来 接着盖上盖子 开中火炖10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 调味加入一勺盐 一勺鸡精 一勺13香 然后用勺子舀一些汤汁 将调料化开 再开大火 煮个一分钟左右 最后出锅前撒上一些枸杞 再撒上一些小葱花和一些香菜段 就这样一锅香喷喷的萝卜丝煎蛋汤就做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炖出来的汤 汤汁非常的浓白 而且喝起来特别清甜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煎蛋 已经吸足了汤汁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萝卜丝也吸足了汤汁 吃起来清甜入味 天气转凉后炖上一大锅 全家吃着暖心又暖胃 就这个萝卜丝煎蛋汤 天冷的时候我家一周吃五次 真的太好喝了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